对学佛人来说 永远要将愉快留给别人 少在别人那里诉取 那你最大的快乐和最大的幸福 你就开始拥有了 要把自己的精神力量奉献给他人 让别人的生活 因为有了你弘扬的佛法 而变得更加的美好和光辉灿烂 人身上最值钱的财富 是你拥有的智慧 而不是你拥有的这种人间的名利富贵 知足是菩萨赐给我们的财富 贪着是人为的贫穷 学佛人要远离恶行 恶事恶习惯 起初我们养成的坏习惯 到后来我们就会被恶习惯所控制 所以一定不能有恶习和恶习惯 在中国春秋时期 有一个人因为邻居非常的凶悍 他想卖掉自己的房子 以其躲开他 有人说你的邻居马上就要报应了 因为他恶贯满营了 你再熬一下搬家吧 这个人他说我害怕他 我怕他拿我来满他的这个营 他很快就搬走了 结果其他的邻居都受到了他的害 韩非子说过一句话 凡是有危险的人和事物 我们绝不能靠近他 请大家学佛人记住 凡是对自己有害的贪称痴慢疑 对自己认为不如理不如法 对自己认为用私心换来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欲望 我们要远离他 抛弃他 人活在世界上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至老 每个人的烦恼都是由自己心业所造 懂得不执着的去追求 你自己的正念永远要想到 我真来的以后也会没有 我们连自身在人间的肉身都不能长久 我们去追他干嘛 悟性足起啊 也就是说慢慢的 因为没有争 没有斗 没有执着 我们的悟性开始慢慢的起来了 心里要想明白 这叫明心 心中想得明白的人 就拥有了开悟的前提 是明心 因为只有明心的人 才能见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